哈喽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碎星拉塔恩的打法 实际上这个boss你看起来很难,压迫性很强 但其实我们了解了机制以及使用一些小手段之后还是挺简单的 我们装备岩石球和灵魂激流,带好红蓝瓶,爆发药水和马戒 首先我们进场,你看到boss在远距离他会释放这个陨石剑 这个剑有一定的追踪效果,而且飞行速度很快 我们想靠骑马或者步行的横向移动来躲避的话,其实成功率不是很高 如果学少的话,很容易被连续两发就直接带走了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场地上有这种金色符纹的地方是可以招NPC的 招人的位置上有一些武器残骸,这些残骸是可以帮我们挡一发陨石剑的伤害的 所以我们开场先往残骸后面移动,物品来切换到马戒 在残骸帮我们挡住第一发剑的时候可以趁机召唤NPC 然后看好boss第二发剑出手的瞬间上马 用上马的这段无敌针时间来规律掉这个剑的伤害 这里实际上用翻滚也是可以的,不过上马的无敌针比翻滚要更长,成功率更高也更简单 然后我们就下马去下一个召唤点如法庞治 NPC招差不多了以后,先招出来的那一匹差不多也到boss脚下了 这个时候boss开始做NPC,我们上马,磕爆发药水,然后用岩石球来丢boss 岩石球的三个球全功命中的话,需要五发可以把boss打进处决 自己打的时候可以心里默数一下 前面如果有三发没有打满的,则需要多打个一两发岩石球 一般四发岩石球之后我们喝一瓶蓝,并开始靠近boss准备开始爆发 boss倒地之后我们立马切换成灵魂激流 蓄力满一发打的,把蓝打空 打完之后boss血量下了50%了,固定会进入P2 我们恢复一下状态,看好boss的落地位置来躲开伤害 这个时候再打三四发岩石球基本上就可以收掉了 这样的话这个打法就比较稳定,刷加练习就可以击杀了 视频中我的人物是60智里加6的女王杖 没有女王杖的话用女时杖也是可以的 好了,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留下关注三连,我们下期再见